單車經過 請小心 哎呦 阿娘 妳努力這麼快 客人真的反應很快喔 有什麼可以喝 我們就只有可樂 可樂跟可樂 那個叫的杯冬瓜茶 沒有這種東西 那客人我看你就賭藥喝了吧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我坐飛機我不在乎位置 我也不在乎飛機餐 只要空姐配合一切都好看 那應該是OK喔 我們今天復刻了這個制服 完完全全一樣 其實它裙子真的就這麼長 有一個小開叉 聽說女生都想要當空姐 好像很多人都想要當空姐 因為空姐可以穿著漂漂亮亮的制服 今天不太算合格啦 要有一點跟 這樣看起來腿才會長 然後呢 你還可以到各個地方去旅遊啊 那為什麼當初你沒有去考空姐 我跟你說喔 這個就是要講很久 身高的問題 我考上好像165公分了 而且你看其實現在呢 你165 阿公的239 其實我們很高啊 不要跟大家講 現在因為就業服務法的關係 其實這條就已經取消了這個高度的限制了 而且你看 我的手 延展性這麼的好 你只要手 有這樣子超過208到212公分 夠得到就OK了啦 我過關了啦 那我知道它就是年紀的問題了 我們講個整個知識 以前當空姐條件跟現在不一樣 以前的要矮 身高不能超過159公分 為什麼啊 159公分還這麼明確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以前的飛機其實很小 啊 太高的話站不住啦 對對對 那感覺暗一點比較好 而且你要知道 當年那種1930年代 那飛機其實就只有坐10幾個人 然後那個空服員的體重 還不能超過50公斤 還太重了 而且不能超過30歲 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 我是你自己家的吧 真的啦 好那我也再給你補充冷知識啊 你知道嗎 1930年代 你知道第一個空服員男排女的 第一個空服員 我印象中空服員大部分都是女的 我告訴你 其實第一個空服員是男的 哦 真的 對啊 以前他們覺得 女生不太應該要上青天啦 所以呢 大部分喔 這個乘务員啊 這個上面的基礎員 通通都是男生的 直到1930年 這也是很重要的年份 所以呢 有一個女護士 叫做Alan Church 他真的很想要飛上青天 他就本來定念服務 他是一個女護士 他就跟人家講說 欸拜託拜託 我有這個護理專業 我覺得上面應該有一個護士 所以呢 就上去 開啟了空姐的輝煌時代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 綠都台灣 就在聖利